大家好 昨天我最关心的一个新闻 就是现在人民币兑美元 就是一致跌跌不休 昨天离岸人民币是已经跌到了7.2 就是说美元兑人民币现在已经达到了7.2 想起前面几个月还是6.6左右 现在是7.2 我算了一下 基本上跌到10%了 短短几个月跌到10% 对于生活在国内的人可能感觉也不大 但是对于我们生活在海外的人 这种冲击还是非常强烈的 比如说你家庭财产有1000万人民币 现在人民币跌了 你还是1000万人民币 但是对于我们生活在海外的人来说 特别是要移民的人来说 你这1000万人民币要转换成美元的 损失10% 也就是说1000万人民币就变成了900万人民币 损失了100万人民币 损失100万人民币是什么概念 你要存100万人民币有多难 因为我身边的朋友有很多事业比较成功 比如说夫妻俩一年的家庭收入 大概在四五十万人民币 在国内的话已经是非常流的家庭了 但是很难存钱 因为消费太高了 子女的教育 日常来开销 这种一家人一年能存10万人民币的 真的是凤毛麟角 就算一年能存10万人民币 你要存10年才能存100万人民币 一个人的职业生涯又有多少年 像我职业生涯就是10年就结束了 所以说对于我们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关于这一点 我又去问了 在深圳做制造业的这位朋友 因为他以前是在美国留学 有美国工作学习生活的经历 后来回到国内创业 他的企业也主要是出口欧美的市场 所以说他对人民币汇率也是比较敏感 他告诉我 他说他预计 美元人民币就是7.2到7.3 一般都要掉头 所以上一次到7.2 他叫他公司的财务 把美元全部换成人民币 这一次也一样 一到7.2 公司全部的美元把它换成人民币 他之所以对人民币有信心 主要就是给予他在制造业行业 他认为中国的企业 相对于欧美的企业 有很大的一个独特的一个优势 这一次他又举了一个例子 他直接在支付上面看到 因为也是他这个行业里面 他也知道这是靠谱的 就是说核磁共整的那个机器 以前技术都是掌握在欧美国家的手里面 买一台那个核磁共整的仪器 是天价3000万人民币 但是最近一年 中国掌握了核心技术 生产出来的仪器 跟欧美国家的差距不大 但是价格不到它的零头 只有290多万人民币 所以说这就是中国制造业的优势 并且他告诉我 他自己这么多年做制造业的一个经验 第一很多技术在没有突破之前 觉得高不可攀 但是一旦突破了以后 就是一纯窗户纸 第二突破的技术越来越多 新的突破就越来越容易 因为很多技术是共通的 然后第三 把欧美的竞争对手的技术 突破了一定程度以后 你自己就可以技术创新 所以这就是中国制造业的优势 它是基于这一点 但是对于我来说的话 我是基于自己生活的一些判断 包括我以前的视频也有对一些 汇率的一个预测 比如说在去年七八月份的时候 我对人民币泰铢的汇率做了一个预测 因为当时泰铢跌到了历史的最低点 就是一块钱人民币能换五点四泰铢 当时我还发了一个视频 我说现在到了囤泰铢的时候 泰铢要绝地反击了 当时视频下方的评论有很多不以为然 就觉得我又是在胡说八道 但是现在看来的话 我当时的预测是正确的 当然我自己当时也囤了一些泰铢 并且我还建议大家那个时候买大件 我自己就在去年七八月份的时候 买了这台车相当于打八折 我还发了视频 现在的汇率基本上就是变成了 一人民币兑4.8 我算了一下人民币相对于泰铢 跌到百分之十几 大概13左右 想想那个差距也是非常大的 现在我当然也后悔 就是后悔当时囤少了 因为我当时换了大概一百多万泰铢 包括买车自己生活的费用 现在又到了要换泰铢的时候 现在一看那个汇率真的心在低血 后悔当时换少了 所以人要完全预测那个汇率 真的是很难 我们又不是经济学家 即使经济学家也是 基本都是反复自己给自己打脸 所以我判断一个汇率 主要就是根据自己生活的经历 只要是我有中国生活的经历 有泰国生活的经历 有泰国几年前生活的经历 所以我基本上能得出自己的判断 一般都是准确的 因为像去年七八月份 我明显感觉到人民币在泰铢 人民币换成泰铢在泰国使用 是非常划算的 明显泰铢被低估了 所以说它以后肯定是会上涨的 我记得就在去年七八月份的时候 有两个从柬埔寨过来的精神小伙 很有钱 然后想在巴提亚买房投资 他问的第一个问题 就是觉得在巴提亚买别墅还是买公寓 我觉得公寓没有法律风险 更妥当 他问的第二个问题 就是说现在泰铢那么低 你觉得合理吗 我觉得不合理 因为就在大概两年前吧 就是2020年疫情刚开始的时候 因为我当时在卖另外一套公寓 我知道当时的汇率 一块钱人民币是对4.2 4.3泰铢 最低跌到了1比4.1泰铢 人民币的最低点 到现在泰铢的一个最低点 中间那个差价将近20% 30% 我觉得泰铢应该是被低估了 所以第二天 这两个金城小伙 毫不犹豫的跑到那个H 就是巴提亚最高章的公寓 买了两套 他们的判断很简单 就是说光那个汇率 我就是很稳当 现在看来的话 他汇率至少赚到10% 所以这两个金城小伙 下手也是稳准横 其实我基于生活的经验 来判断两个国家的汇率 还有一次 就是大概2017年的时候 我们去美国旅行 当时在那里 租了房子 生活了几个月 当时我就感觉到 美国真的是太便宜了 因为当时国内什么都贵 房价最高点 然后物价各方面都很贵 当时到了美国 什么都便宜 我当时住在拉斯维加斯 当然租房的费用 相对成都可能是贵一些 但是估计也就是跟 北上广城一线城市的租金 差不多 1000美元左右 可以租个一时一厅的一个公寓房子 并且还是包什么水电器的 像其他的费用 那就是非常的便宜 比如说加油 比国内好像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价格 好像加油的成本忽略不计 比如说在外面超市买东西 回来自己做饭的话 像什么牛肉极其便宜 实际上蔬菜也很便宜 算下来做饭比在国内还便宜 在外面吃饭 外面到处都是那种福建人开的中餐自助餐 中午的时候大概9美元一个人 里面是有花椰菜炒牛肉 并且是上好的牛肉 在国内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大片大片 肥厚的牛肉 另外像什么左中堂鸡丁 什么橙子鸡丁 并且大虾也是免费长量供应 所以说在国内都吃不到这么便宜 9美元按当时的汇率 当时的汇率是多少 以美元大概对6.3还是6.4人民币 算下来就是50多块人民币 9美元 在国内是吃不到 性价比这么高的自助餐 并且那个时候拉斯维加斯的房子 我当时还是看了一下 反正10万美元左右能买不错的一栋楼 就是那种耗死 但是觉得美国真的是太便宜了 所以我觉得美元是被低估了 但是我换美元了 没有 因为我当时判断错了形式 在之前把自己的人民币 基本都转换成美元了 砸在手上套住了 我大概就是1.7左右买了美元 后来美元是跌到了1.6.3 6.4 我当时是血亏了 当然我那个美元一直持有美元 持有不下去 因为平时在国内生活要用人民币 并且美元当时是没什么利息的 当时人民币利息又很高 基本上你做一个好的理财 有时候达到5% 6% 你美元放在那里 汇率在贬值 然后利息每年损失6% 实在省不住了 后来美元有所反弹的时候 我基本上就把美元抛光了 现在又到了一个轮回 现在又开始要买美元 但是美元价格又那么高了 所以说人很难预测清楚 但是你通过自己生活的经历的话 大概能判断出中间的一些端倪吧 当然有朋友告诉我 他说人民币因为不是自由兑换的货币 它实际上主要还是国家说了算 国家说涨就涨 国家说跌就跌 所以说我们有时候也要根据国际关系 我看见一个规律 就是中国跟美国之间的关系 决定人民币跟美元之间的汇率 两国关系差的时候 人民币往往都会跌 比如说像现在 两国关系好的时候 人民币就要上涨 那现在跌到那个位置会不会触底反弹呢 实际上从两国之间的复访也看得出来 现在美国的国务卿 最近访问中国 当时我看外媒的预测 就说不会受到最高的接见 但是后来还是接见 所以我也是觉得这也是一个信号吧 就是说现在中美关系已经到到谷底 还能怎么更差 再更差的话可能就是兵容相见 我觉得不太可能了 大家都没有这个意愿 所以最终的话我觉得 当然要回升到以前 蜜月期那是不可能的 但是触底反弹还是有可能的 所以基于这些判断吧 我觉得确实美元对人民币到了7.2 7.3也基本上快到头了 不知道我的判断对不对啊 大家可以评论可以排砖 好这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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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